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挂载我们在前面都已经做过 是吧 挂载这个有必要拿出来 来出来再讲一下 挂载的时候呢 我们在前面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用过一个钢梯指定它的类型 是吧 当然不指定的话呢 它也会自动去识别 因为在哪个地方 在抄块里面有文件的格式吧 文件系统的格式 对不对 钢欧表示什么 权限 挂载选项 挂载选项 我跟你们一块儿说 挂载选项 也不是不是权限啊 来 这里我们看挂载的时候 注意 杠T 文件系统类型 杠欧 选项1 选项2 选项N 都后隔开 是吧 我们下面呢 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是吧 当前有一个 分区叫 VD VDAE 看到吗 应该是格式化过了吧 但是我也忘了格式化成什么类型的呢 我们勉强的来挂一下 刚t,ext4,dv下的vda1挂到data1上面 这不可以对吧 这个类型应该不是这个类型 错误的文件系统类型 ok band option 坏的块 他以为是块坏了 其实不是是吧 其实是什么 类型是什么 xfs吧 刚欧 比如说ro这个我们见过吧 欧是不是见过呀 ro就是只能够读 好我不加那个了 我加个lo excc 那猜到什么意思吗 嗯 怎么解读这个问题呢 并下的 usr并下的data 这个命令应该就有些印象吧 考到d 这个叫什么 1里面去 你看看 data1里面是不是有一个data命令 有没有指引权呢 有 data1下的data 补补权啊 根本就有看到吗 permission delay 这个不是权限的问题 是文件系统上面挂载的时候就加了一个lo elcc 看到了吗 然后 mount mini看一下 mount mini可以看什么 我过滤一下吧 如果不过滤的话是不是很多啊 mount mini 过滤一下什么 这个字体大小能看见吗 20号字吧还是 然后mount mini过滤一下什么 这个以什么 不是以呢 就是vda1吧 好看到了吗 这边是不是加了一个lo ecc 也是不让执行吧 对吧 所以就我没有没法执行 所以我们在挂载的时候 类型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什么类型 常见的 文件系统类型有哪些 有我们 vfant 是吧 ext4 xfs 还有一些我们在后面学到的网络文件系统 网络的啊 不是本地的 网络的 nfs cfs 这个是关盘的 对吧 这个是本地的还回 但是现在在7上很智能 这个都不用加了 现在 7已经智能到一定程度了 在以前六的年代 这个是非要加这个选项才行 好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 ecc和lo ecc 相反吧 默认我们有没有加 有没有加 那他应该是允许执行 所以你看 一个分区 你别管他是什么 逻辑券还是普通分区 好吧 这个不重要 一个分区 我们给他考了个data 第二个也考了个data吧 但是最后一个可以执行 一个不可以执行 看到吗 明白意思吗 2018年吧 2019年吧 嗯 怎么了 2019年可以啊 对啊 没关系 我就不知道前面到了周期和周期 匹匹匹匹配 谁管那个了 对不对 OK 好 然后呢 我们看到一个不让执行 原因是一个是rw 一个是什么 lo ecc 别的选项 我这边是暂时屏蔽掉了 没有看啊 这是选项 那么有哪些选项呢 大家可能有印象 我们在挂载的时候 啥也没写吧 但是不是这样的 你仔细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机器 仔细看 EDCR的FIS table 你注意看 我们在挂的时候 我们在挂载的时候 大家看 是不是有个default啊 这边顺便说一件事啊 如果说你的 你的这个BIOS支持 那个不是BIOS 如果说你的主板支持 EFI UEFI 那么你要分一个boot分区 UEFI才可以啊 当然这个其实 但是我自动 当时自动分的啊 这个可以这样去分 如果把这个 这个关掉的话呢 那就还是不常规的boot分区 好 那这边我们看到 是不是一个default啊 这一列叫设备名 或者叫UUID 第二列叫挂载点 第三列是文件系统类型 第四列是什么 挂载选项 但是我们这是不是加default啊 那default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我再把这个 我再把这个卸载掉 卸载掉 on mount data1 data1 是不是卸掉了 mount -all default 然后将什么 db下的 vda1 挂到data1上面 其实default从来没有写过 是吧 但是它是个选项 那它是哪个选项呢 你mount一下就知道了 mount 过滤一下 什么 vda1 它是这些选项 看到吗 但是实际上还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挂载用的是哪个命令 mount吧 那就慢一下mount 明白 搜索一下 default 是这个吗 不是 下一个 是这个吗 是 看到了吗 当你使用 你什么都不用 或者是你在那个 Frstable里面使用default的时候 是 支持 读写 支持 SUID 如果里面有SUID可以支持 支持这里面有设备文件 支持 执行 那什么叫 out low user 还有 async e步 和来相反的是同步 当然我们不是每个都需要知道 来我们研究一下out2好吧 out2是什么意思 out2在这测不出来 需要在这来测才可以 好吧 edc fistable 我们将 按理讲应该是UID吧 那我们暂时呢 就先使用一下 db下的vda1 挂到data1上面 然后是 这有没有装 装vm有没有装 太慢了网速现在 好 然后紧接着 是不是类型是哪个类型 xfs吧 default都好 不用写out2了 out2本来就在里面还写什么呀 我要写的是正好相反的lowout2啊 不备份不检测 好 当然这个我们知道dforce里面是不是有一串的选项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什么 noout2 什么叫lowout2呢 开机的时候会挂吗 就真 你觉得开机会挂载吗 啊 可以赌一下 一半一半 好 现在我们看到目前没有挂是吧 mount-a 是不是-a df一看 没有挂 在开机会挂吗 哎 开机会挂吗 我为了测试我必须重启一次 否则话说明不了效果 我必须给你们重启一次 那个lowout2 我们反正适当 mount-a 不好使 是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开机 能不能挂 不能挂 写到里面干什么呢 好看 有你好看 还没来啊 有几个倒计时是吧 刚才前面 collection refused refused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真的没有挂 没挂什么 那有用吗 这样 在写的里面干什么呢 用那个谁的话讲 这个写在里面干什么用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 看好了 mount-a肯定不好使 是吧 开机也不好使 但是我现在这么写 你觉得对吗 你觉得我这样写对吗 是不是少点什么感觉 挂载的时候应该是 mount-mini 设备名 挂载点 现在我就没有写设备名 我写挂载点 但是我也可以只光写一个 设备名 但是你发现 OK 是不是 因为里面呢 写在里面的 只要写在里面 你在mount的时候 张育 你走走啊 困的话 你自己想办法 你让我超新 超新的话 我上课就会受到影响 是不是 那个刚刚说哪儿了 只要写到里面 就算是loyal2 你mount的时候 只要后面加一个什么 无论是设备名 还是挂的点 它都能挂上 是这样的用意 没有吗 所以绝对不是没用的 但是它确实不会挂 主动帮你挂 不会的 对不对 重启没了 凡是手动挂载的东西 都不会挂啊 凡是手动挂载的 所有东西 都会在重启以后 都会失效 这个好 好疑问 凡是所有手动的行为 都会在重新启动以后 失效 OK 听明白了吗 好 default并不是没有东西 有这一串呢 是不是有这一串 好 这个AS1C叫做 一部 还有一个同步 你可以尝试一下 同步挂载 去考一个文件 特别慢 为什么 因为一部的话 是先写到内存当中 再写到硬盘里面去 而同步是 就根本就不会在内存里面做缓存 直接往硬盘上写 特别慢 没有吗 就相当于你那个CP命令 完了 如果是一部的话 一部就是两边可以不同步 没有吗 就是我CP命令完了 但是数据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到什么 硬盘上去 只是在内存里面 就是可以的 所以你CP命令玩得很快 结束得很快 那如果说你是采用同步呢 很慢 为什么 他要等所有数据都到达磁盘 这个才算结束 没有意思吗 好 这个你要想演示的话呢 我都能演示 这个 但是呢 不太想演示 好 凹兔是开机挂载 而漏凹兔是什么 开机不自动挂载 好 一部这个我觉得没有 很少会用到同步这种方式 因为同步的方式 那么速度在你看来是非常慢的 没有吗 你平时考一个数据的时候 相当于你考到内存里面 然后你这个命令 是不是就返回结果结束了 但是数据实际上 还有没有完全的写到字版上去呢 没有 但是同步的话呢 就不是 那怎么做这个演示 非常简单 就是在挂的时候 把它卸掉吧 好 你要想做这种演示的话 要不然你手动挂 要不然你就写到 像这样 老老实实的写到这里面去 那这边我就不想再加这个叫什么 lowout2了吧 我写个同步 是不是这样子 那算是违背了我的诺言 我还是演示一遍吧 OK 拷贝个EDC这个文件 让你见识一下有多么的痛苦 加个V干嘛 没必要 我加了时间就可以了 常规一个也就是不过几秒钟而已吧 不是那你看我一会使用那个一步你实现你就知道了好吧 一步就是写到内存里面 程序就返回什么 结束了 成功了 这一步就是写到内存里面就OK了 同步就是要写到一码上去啊 EDC不过就是几十兆 至于这个程度吗 你看看 我们一般做这种操作没必要使用同步好吧 我们只要写完了 写到内存里面去了 就是什么 就完成了 其实并没有真正完成 因为还没有同步到硬盘上去 这叫逸补或者这叫什么对逸补现在是什么不 同步两边必须保持一致啊 我命令完成 你也考完了 哇塞 人不了 我讲别的吧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什么 有一些ACL表示挂载的时候支持 还记得ACL吗 我说的ACL可以认为是FSL好吧 那默认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写过这个 我们的default里面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ACL 但是没有 但是依然可以什么 可以 依然默认是可以什么 不用你加 不用加行吗 对我们以前我们用过ICL是吧 好 等着啊 等着我们这个 哎呦 放心行吗 行啊 不是我Ctrl C啊 来改回到所谓的 逸步模式 我们就不用不用要这个了 是吧 是不用要这个了 Mont 港A 你看看我们这个有多痛快啊 呃 考过去当然肯定有有了 我 在前面加一个反斜线让它 完了 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本来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这个文件在多长时间 明白 然后我想说什么 ACL是吧 好的好的 请大家看 SAT FACL 我这里用户我可以呢 创建一个用户叫Alice SAT FACL-M User Alice 对读写执行 对哪个呢 DataE下面的 一个叫EDC的目录 一个文件 这是什么 这是吧 所以默认其实已经有什么 有ACL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再加ACL 有同学为什么呢 DFORCE里面有没有ACL 没有 它为什么有呢 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了 现在啊 这个XFS本身就有 OK 但如果格式化成T4呢 EXT4 DV下的VDA2 是吧 我们格一个T4的看看啊 然后再来 Data2 然后将DV下的VDA2 挂到Data2上面 我们同样考一个数据过去 考到Data2里面去 是吧 SAT 哦不对 是 也支持吧 以前在 在 在那个以前的版本呢 不支持 除非你给它来一个 什么 ACL 那为什么现在支持呢 这个是看我们的 DV下的VDA2 看它的 文件系统信息吧 其中 你仔细看就知道了 它有一个默认挂的选项 看到吗 ACL 比如说你不写不写 这个跟DFORCE没关系 是它的这个文件系统上 就有这样一个特性 你在以前的版本当中 没有这个功能啊 在6当中 你没有这个功能 6当中这个ACL是没有的 那现在呢 你给它一个ACL以后呢 它挂完以后就ACL 因为它觉得ACL这个很重要 是吧 因为现在我们设全线 是不是几乎都使用的是ACL 这种方式 好 所以已经作为一个默认的方式 明白吗 好了 现在 现在我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这个分区支持写入吗 这个DV支持写入吗 我想把它变成不支持写入 怎么做 是不是要卸载掉 要被卸载掉 不是 是不是得重挂一下 现在是以什么方式挂的 读写 我要把它变成止读 止读 明白 止读 改哪个配置 改了以后的下一次生效 我想要不去卸载的情况下 更改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以使用一个-o选项 叫 只读吧 remount data data2或data1 看不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remount能干嘛 能够帮你在线的去重新挂载一个设备 在线的 能力弄吗 好 不需要你呢 不需要你把这个设备一定要卸载掉 特别适合那些我们卸不掉的 像该分区你能卸吗 该分区你能你能把它重新给它那个卸掉以后再挂一下 可以吗 做不到吧 所以那像这种分区我们想要给它重新修改它的挂载选项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用新的选项再加上什么remount这样的话它能够在线的帮我们去重新相当于挂载 对吧 这个过程呢 他没有经过所谓的卸载然后重挂的过程 但是他依然改变了这个挂载的选项 看到吗 就是在不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去变更它的这个挂载选项 来再看一下现在是只读是吧 再把这边读写怎么怎么办 能能这样吗 能这个能这样吗 能吗 不能吧 这样吧 看好了 可以了吧 是这样的remount的这很实用的这个东西啊 remount 明白了吗 好 别的废话不想说了 其他不想不想整了 另外挂载的时候有一个叫reatime 这个大家都懂了吧 它能够让我们的atime延迟修改 两个条件还记得记得吗 一 前一次看的时间足够长 超过一天 第二 现在发生了修改 那么访问时间立马会变 能听懂吗 各位 好 同步一步 这边也给大家做了演示 我就不想再说了 ICL实际上要不要写 要不要做 不用 因为现在这个已经呢 文件系统默认支持 所以这个例子呢 可以让它结束了 真的不需要了 另外挂载的时候 设备名是我们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用的 因为会变 卷标可以什么用 但是问题是你们的分区有卷标吗 没有啊 好 听我说 这个我们在格式化的时候 MK FS.ERT4 是吧 杠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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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你看 可不可以指定一个卷标 呀 是不是可以使用杠L Volumnable 是不是指定卷标 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再来了 为什么 因为 他这说无效的杠杠 他只是一个杠 应该是 他也无效 死去吧 就这样 行不行 我就不打了 好 你看 现在是不是在 在我们在那个创建 文件系统的时候 可以指定卷标 那又说没有指定呢 没有指定 我还真不想教你呢 没有指定 其实在上一小节 这个地方有提 就在这儿看到吗 Toon E2FS 这个秘密 他可以帮你修改卷标 但是我们就 不是锁上了吗 能不能换 卷标 按照卷标挂 还可以按什么挂呢 这有啊 sorry 这有 这有 Toon E2FS 干嘛呀 他现在原来有卷标吗 原来有吗 没有 那怎么弄卷标 嗯 这样的 设卷标 是吧 但XFS的分区 是不是这样 设卷标呢 你得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不是 对不对 这是主要针对的事 如果想使用 卷标挂 叫Nable 等于什么 如果使用设备挂 只能写名字 也可以使用什么 UID 怎么获得UID Block ID 逻辑券 听好了 请不要使用任何东西挂 逻辑券使用名字挂就可以 没有吗 对下面呢 赠送一个东西吧 这个就不知道安哪个地方 就赠送这吧 挂载 SO 这边呢 这边SO怎么做 如果想把一张光盘 做成SO 是这样做的 把光盘 把光区 把那个光盘扔到什么 光区里面去 然后DD E负光区 OFF 表示说 SENDO S 7U3.SO 做好了 看到吗 就是把光盘扔到这个光区里面 DVCDROM 就是光区 看到吗 扔到里面 连挂载的不用挂 直接DD 读IF OFF到这儿去 是不是可以了 或者是利用输入重力向 到什么 输出重力向 这都是直接把我们的光盘 做成什么 SO的形式 当然实际上这个也很少 为什么 你们这往下的 是不是都已经是SO 自己做SO了 也没那个必要 你看 将什么 将ETC整个目录 做成一个SO 明白 最后一看 它的类型是什么 SO 9660格式 那我们造一下这个吧 无聊的很 这 ISO 这没有这个命令 我不想装了 我在这边 这 ISO Image 对吧 输出到 TNP下面叫 EDC.ISO 对哪个目录 EDC 做好了 做好了 File TNP下的 EDC.ISO 啊 我这什么玩意儿 名字起成了带斜线的了是吧 这不应该这样子啊 File TNP下的什么 EDC.ISO 是不是这个格式啊 那我这怎么想挂呢 也很简单 我们找一个 找一个临时目录啊 Mount TNP EDC.ISO 挂到MNT 就可以了 它说了是指读 光盘是指读很正常吧 好 里面已经是我们光盘的内容 看到吗 就是我们那个内容 那么在以前 在long long ago的时候 还要指定什么 还要指定高loop 就是它是一个 回换设备 它不是一个常规设备 就是要把这个文件 映射成这样一个设备才可以 但现在 在7上面 不需要 6需要 OK 6一定会需要 而且会明确提示你这样一个动作 7自动化的 明白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挂载的时候的一些 那个注意事项 好吧